哈囉大家好 歡迎回到閨域局的珠寶3D設計教學頻道 十分感謝大家收看我們的影片 不過這邊還是讓我們花一點點的時間做個簡短的說明 首先我們有針對珠寶設計做出相應的環境設定 如果是新朋友的話一定要點開我們每期影片的完整資訊 然後跟著我們設定指南的影片做一次環境設定 其他背景知識的影片也都會在這邊條列出來 有需要的時候可以再慢慢觀看 還有如果覺得我們的影片做得不錯的話 麻煩一定要幫我們訂閱分享小鈴鐺 接著就讓我們進入這一期的主題教學吧 我們這次的主題是花式鑽介 這次會示範怎麼用直接建模的方式 做出這種帶有編織視覺的介質設計 那這次的鑽石尺寸是0.3克啦 直接添加往格圓做出基礎的介身 停點跟半徑都是8 添加細分 重新定義尺寸 重新定義尺寸套用旋轉與縮放 刪掉左半邊 添加鏡像 然後這次我們會需要一個圓柱體當作界圈的形狀對照 先偏移擠出1.6的厚度 先偏移擠出1.6的厚度 確認鏡像的剪輯有打開 再往反方向擠出2 記得確認一次發現方向 接著把鏡像的剪輯關掉 對照圓柱重新調整形狀 然後到上市圖 添加一個8個頂點的網格圓 半徑用0.8這次做粗一點 對照鑽石調整一下要放爪子的位置 裏移擠出1.6的關卡 然後增加戒身部分的分段到8個頂點 就要正確認到2.6的模式 增加戒身部分的分段到8個頂點 然後增加戒身部分的分段到8個頂點 增加戒身部分的分段到8個頂點 然後增加戒身部分的分段到8個頂點 稍微擠出一點,再用Bridge連接 那現在看到瑞角是因為發現方向的問題 Bridge完,我們先重算一次發現方向 再把中間的線刪掉 這樣等一下在Bridge就不會有問題了 先調整一下介身形狀,等一下再Bridge 添加第二個鏡像修改器做Y軸的鏡像 再來就是調整箱爪的形狀 再順一張多片 多片相遇 碰到現在打開 大明星輪 沒有大便 大交換日照 你有大便嗎 沒有大便 確認可不斷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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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着是交错的视觉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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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